就會銜接或斷掉 大概就是如此 這一棒打到了右外野方向 打得相當的深遠 朱彥晴可能是全雷打吧 所以這個球當然最終能上二雷也不錯 但若是朱彥晴跑了就稍微比較加點速度 其實這個球蠻有可能可以上到三雷的 但是這一棒朱彥晴打得很扎實 所以當然也稍微有一點回應 陳林隆總教練的一個先發的安排 我這個球掌握得很好 偏高的變化球沒有掉下來 這棒朱彥晴拉得夠扎實 剛好打在全雷打牆上 雷利亞本季被打出八發全雷打 朱彥晴今天是第一次的在一拳 哇 以為是紅布朗 太早懷疑了 太早懷疑了 否則有條件形成三雷安打 以他的腳程絕對有條件形成三雷安打 對 非常 pleas Okay 好 太早懷疑了